講那個吧 我們講上日的眼位吧 好 首先先把音樂關掉 嗨 漁網安安 我們先講藍方 好 隨便選一個角色啦 不管 不管 不管是什麼 隨便選一個角色 基本上我現在就是照搞念 照的無攻略搞念 只是 基本上有一些細節方面 是要影片才能顯現出來 基本上我現在就是照搞念 我們有分就是 上路嘛 上路眼位這種東西 眼位這種東西 我們 我們有分那個 就是一開始我們要先注意 對面打野是上開還是下開 然後再來就是 敵方的打野 他是不是強勢角呢 強勢角的定義就是 理心啊 伊莉絲 然後 李毅絲 然後歐拉夫這種的 很厲害那種 阿烈士的話 就像什麼 易大師啊 然後什麼 呃 埃爾文 還是什麼 呃 看一下喔 或者是那個什麼 喔 或者是努努 努努的埃爾文不是不強勢 應該說他對線上 壓制性不足 然後 然後 接下來你要再看一下你是藍方還是紫方 然後 然後還有我方打野是什麼 那樣的類型的角色 能給你什麼幫助 然後接下來就是看你自己 是不是劣勢的 或優勢 然後我現在要買一下裝 買一下眼石 武術 好 可以跳走 呃 一開始 一開始我們要知道敵方打野是上開還是下開嗎 然後 這個影響你第一根眼放的位置 然後 你第一趟 基本上你第一趟回補之後你每一趟都要放一根紅眼 然後 開場的時候 我們開場的時候應該會去敵方那邊插眼 就是 呃 可能啊 可能 你上路可能會在這邊插個眼 呃 可能是這邊 可能是這邊 或者是 這邊 我可能開場的時候 可能會下這種眼睛 啊如果我是 如果你 你下路 你下路你隊友 我可能會幫你下這 反正重點是這個 這個 這個 目標就是我們要抓到敵方打野 開哪邊 啊 我們 我們有幾個方式啦 呃 可以判別 第一個是放眼嘛 第二個方式是 喔 我上路通常 幫忙打完之後 一定會比較慢回線嘛 我們 稍微 耍一下廢爾 就是你看 這樣 幫忙打完 基本上幫忙彈一下嘛對不對 啊這樣 喔 我的魔力值 喔 札克沒有魔力 反正魔力值跟血量 多多少少少會夠一點 然後再回到線上通常會比較慢 比較慢的時候你就可以 知道說 喔 他可能是上開 但這個 這個有點沒辦法準確的確定 好 第二個就是 有可能敵方是 敵方是那個啊 敵方 這個有可能真的是騙你 這個敵方有可能是騙你 喔 說出來是一個啊 反正他有可能是騙你的 因為他像我這樣打一打 打野說不定 講像是什麼 李星啊 伊莉絲什麼 可以自己開這個 他就 你就 你就會被騙啦 重點是 還有一招就是你可以 完全確認你的 當然是演最好啦 最後一個方式就是 敵方下路線 比較晚回線 敵方下路線比較晚回線 敵方下路線比較晚回線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他 他在幫忙打 那個幫 幫他們家的打野打 因為敵方的下路線 不可能有什麼 我去那邊亂啊 我去幹什麼幹什麼 然後不然就是 他們 還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在蹲你們家 下路 但是通常到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差不多 他們就差不多撞起來了啦 也沒什麼問題 所以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來檢視說 他有沒有在騙 是哪一開 好 假如我們都知道了嘛 可能是藍開的時候 我們開始就要講 我們的正式 講我們的正式 那個 等我一下 我先把他 我先把他 等遊戲重置 我們來講我們的正式 一開始 上路 我們先講藍方平局 好了 藍方平局的話 一開始 我跟敵人在這邊 打線嘛 對不對 一開始 你們要注意 第一根眼 第一根眼 如果對面是上開的話 上開喔 2分10秒的時候 左右放 他如果是下開的話 2分40秒左右放 呃 這個 原因是什麼 因為上開有可能 他吃完第一個buff 就來gank 如果是兩等很強 打野 就會這樣 這樣來搞你 像是什麼 李欣啊 古拉格斯 然後歐拉夫兩等 就帶CC 或者是強傷害 這種 英雄 打野英雄 這個是舉例啦 等等 有蠻多的 只是我沒有列出來 然後 下開 對還有一個重點是 上開 如果我是藍方 敵方上開是 紅buff的時候 更要注意這個 這個問題 因為紅buff 帶有緩速 這個要特別小心 啊 下開比較慢的 下開2分40秒左右 比較慢的原因是 因為基本上沒有打野下路 吃完一個buff之後 我就直接衝上來 說我他媽要幹死你 我來上路幹了 你應該是不會 基本上他們會 走上來之後 先吃一些野怪 大概吃到三等左右 再算上來找機會 所以我們時間上 會拖的慢一點點 啊 第一根眼的位置 第一根眼放置的時間 跟敵方打野刷野的速度 會有差 如果是耐得地 這種刷得非常快的話 你這種 你這種時間上 都要在縮短 大概約10秒至10秒 就是 假如原本是2分10秒 上開2分10秒 我可能是 快2分鐘左右的時候 我可能就要差一個眼 好 藍方的話 藍方平局的時候 就像這樣 這樣平局 平局的話 我會第一根眼 第一根眼我一定放這裡 好 注意喔 這邊的綠眼都是放這個點 因為你可以最大化的 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敵方從這邊來 藍方比較好 有地形上面的關係 比較不容易被騙客 因為你看你在中線 站在這個點的時候 你這個部分 都不可能會有人來 但是相較了 你看你站在 紫方這個地方 你站在這裡的時候 就會有這一個部分 這邊都是 都是人 會有可能過來 他不管是繞路 還是怎麼 跪移上來 所以藍方前面比較佔優 基本上我會放在這裡 好 假如這種線進去 這一刻呢 通常 通常如果你是這個時候 才要放眼的話 你眼可以選擇 放在這裡 就是如果基本上 你都壓得蠻深的話 我是建議你 你這根眼可以放在這裡 呃 我就是扎克好了 我是敵方 我是敵方 我是敵方打野 我要 我走到這裡 噢 他媽的 發現了 扎克來了 但是我這個時候 可能在這裡 我是說往後 退到這裡的時候 但是我這個扎克 走過來 我還是有位移器 對不對 這種有位移器的打野 你這種看到的時候 你基本上 來不及 除非你交個閃 你交個閃 呃 意思 意思有到 這樣 這樣你不見得 算是賺的 就等一下 喔賺賺賺賺 我賺了一個閃 但是如果你放在這裡的話 喔 我在這裡要上GANK的話 欸 你看到人了嗎 有看到人了 你就可以從這裡 從這裡慢慢的撤退退後 基本上你不會按到閃 啊 另外一個重點 假如 敵方打野很強勢的話 我是覺得你眼就放在這裡 但敵方打野很強勢 就代表說 你盡量不要壓太 太推 大概是在 壓到這裡 然後後面 盡量 就是 有多少事也做多少事 如果看到對方打野就趕快推一推 啊沒有的話 你就是 保留自己不要被GANK了 然後 就用技能推一推 讓他 把他推進塔之後 他就會回推 所以 啊 如果是比較弱勢的話 你就可以放在這裡 啊 基本上 還有一種就是 你被推到這裡的時候 所以 假如冰線在這裡 呃 快轉了30秒 那冰線應該會壞到這裡 哦 差不多 反正不管了 反正冰線到這裡 再開始 往家裡推的時候 你這根眼可以不要下 你這根眼可以選擇不要下 因為 因為 冰線就要進來了 如果你重在好的話 就可以不要下 因為不會有人來亂 啊 好 接下來就是 優勢 優勢的時候 優勢 優勢的時候 優勢要怎麼講的 就好 我們打野有可能GANK過一次了 啊 加上你覺得啦 他們打野 基本上不會GANK死你 我的眼 會放在這裡 我會放幾個點 第一個 第一個點是這裡 第一個點是這裡 這個點是蠻重要的 這個點你也可以選擇用紅眼來代補 只是你這個紅眼還是有機率被拆 啊 你被拆掉你就補 你這根眼只要有架到這裡 敵方上路玩不下去 敵方上路很難玩 敵方子方有一些地形上的問題就是 他只能 他這個點位只要沒有防住 基本上就要被塔殺了 所以他這個點非常重要 如果你有辦法的話 就紅眼一直下一個 反正就一直搶這個視野 你這個視野不管怎麼樣非常的重要 啊 接下來 可能我 我那個 我優勢局嘛 我可能要抓敵方打野的動向 我眼路 眼可以不深一點 有可能第一個眼是這裡 我這邊可以抓到 敵方 有沒有吃雙 雙石像 有抓到吃雙石像的話 你對你打野有幫助 對自己 也是有幫助的啦 啊然後 然後還有就是 這裡 再如果我要 我要偷紅的話 我可能會選擇放這裡 我如果要偷紅的話 放這裡 但是這個眼 比較少放 加上這個眼 你還可以探測一下 有沒有人會來採 這個 爆破球桌 啊 我覺得我最常用的點 是這裡 比起前兩個點 我最常放這裡 你放這裡 你看 你可以 假如有人在吃這個 吃這個 六鳥的話 他大概也會在這個地方吃 反正基本上 他有可能會在這邊露頭 呃 所以我蠻喜歡這個眼 這個 這個眼我蠻常放 啊然後還有就是 喔對對對 就是我可能紅眼 紅眼 紅眼 紅眼就是只有這個點之外 我優勢的話 他會很好的 這個點直接看 直接看對面有沒有在吃 喔 幹呀 喔 反正你這個點可以看 喔 對面有沒有 從這邊過來 吃完石像過來 或者是 喔 剛回家走過來 或者是從回家走過來 有沒有採爆破球桌 過來下半邊 啊如果要走過來 繞過來 又是在吃紅 是吧 這個 這個紅眼蠻重要 但是你補這個紅眼的話 你基本上 你這個點位一定要有眼 不然的話 他從石頭這邊繞過來 石頭這邊繞過來 或這邊繞過來 到這邊的話 你都 都還是會被騙 你這樣等於有點送優勢 你這個 你這種 比較深入的眼位 你都要搭配著 謝謝追隨 歡迎泡進魚丸湯 你這種深入的眼位 都要搭配著你的打野 是很強勢的 有可能要進去 進行一些 就是 入侵 或者是 有可能就是 你真的要抓位置 讓自己的下半邊的 隊友 中下的隊友 比較好過一點 可能會選擇放這裡 放這種深入眼 自己的安全性 就會 比較低 比較低 好啦 接下來就是 我烈士的時候了 好啦 先回復一下 沒有眼 好 我們在烈士的情況下 你這個地方 我這個地方一定會放一根爐 但是這個地方 可能會被放紅眼 可能被放紅眼的情況下 我們要怎麼處理 就是 把這根眼放在這裡 這裡紅眼少不到 啊 它的效果差不多 因為你基本上不會過半 所以你 你這個地方只要謹慎一點 還是過得去 啊 啊 還有就是 這個點 這個點 假如失守的話 我覺得這個點很難被失守 啊 很難被 很難被進入啊 但是如果假如我真的爆到不行的話 我連這邊的眼都 沒辦法過去放銀的話 我建議你放這裡 放這裡的話 可以防止塔殺 就是 敵方 敵方從這邊走 上來的時候 會被你偵察到 你從這邊就 就迅速拉到底 就沒事 啊 你這個點可以改用紅眼 紅眼的話 就是勸退意圖更大 你這個紅眼就是放下去 就幹 比較正面 就不要再靠過來 對不對 呃 這個紅眼 基本上 別人看到紅眼會拆啦 對 啊 我還有 還有 如果 再烈士 再更烈 再更烈一點 紅眼 怎麼講 紅眼會放在這裡 再更烈更烈 紅眼會放在這裡 因為這裡就是敵方 打野 已經可以衝進來你家野區 隨便玩了 啊他可以隨便玩了 你這個紅眼家去 你可以看敵方有沒有要吃我們家的藍呢 或者是他有繞過來吃這個糾奇 或者是他往下走 走到山廊那邊 這個都 都是一個好的資訊啊 啊還有 還有我的眼味 紅眼 還有可能會放這裡 我放這裡的話就是我差不多也沒有到大烈士 這一根 剛才這邊的才是大烈士 啊 這兩根 這兩根 這個綠的 這兩區 這兩區是要大烈的 啊 這邊 這個河道上面還算烈士 就是你這個紅眼呢 可以探測敵方打野貓繞過來 吃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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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蟹 或者是 或者是那個 敵方的中路有沒有要走過來塔殺 啊 這個紅眼你除了可以幫助自己之外 你還可以看一下 啊 敵方的上路有沒有落下來 或者是敵方的打野有沒有要過來 幹我們中路 這個眼其實 也可以幫 中路減少不少的壓力啦 啊 那個 眼位就差不多 呃 藍方眼位就差不多這樣 啊 然後 脂肪呢 脂肪呢 應該也不用 應該也不用闖開啦 我要去補個眼 脂肪的話 脂肪的話 剛開取 剛開取 呃 脂肪 我在這邊嘛 加入 就把我當作脂肪 現在應該是把我當作脂肪 脂肪平取的時候 我基本上演 我基本上演那個 那個 只會放在這裡 我覺得啦 我只會放在這裡 呃 平局的話 呃 只會放在這裡 除非我平反的壓過中線 你平反壓過中線的話 我 這根眼就一定要下 但我脂肪的時候 呃 會特別的謹慎 你脂肪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謹慎 我覺得 脂肪太容易被gank了 脂肪的路線太多 脂肪的路線 我可能從這個上 跳下來 這邊上來 這邊 從這個側面 上面這邊還有一個 可能吃完石像怪的機會 啊 啊 然後 你當然也是要看敵方打野 是不是 盾有沒有壓力 有一個很 非常壓力的話 你這個眼就 放在這裡了 這裡的眼應該是 應該是下不到 應該是下不到 然後 然後 如果敵方很弱勢的話 我覺得你就可以直接放這裡 就不用放這裡 因為他弱勢到都不會來gank你的話 你基本上也是一直狂壓猛壓 就是這個點 就是這個 啊 如果我脂肪優勢的話呢 我脂肪啦 我脂肪如果很優勢的話 我這個地方基本上 常鑽著一根紅眼 我常鑽著一根紅眼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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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下來的眼呢 可能會放 這個地方的眼 可能不會放這裡 如果這邊有紅眼的話 我這邊有紅眼的話 我可能會把我的眼延伸到這裡 這裡 這邊是第一個點 這邊是我第一個 會放的 就是 推完之後 我上路推完 啊 我這邊有紅眼 我推完就不會陷進塔 我可能會走進來 身上有野馬 走進來放個眼 這個點 可以看Juji 跟 那個 藍buff 藍buff 別人有吃的話一定會看得到 你這樣看起來看不到 但是 敵方有吃你一定看得到 啊 不然第二個眼我可能放這裡 我如果放這裡 就是對我 我對紅buff比較有興趣 我可能會放 沒有的話我可能會放這裡 這個點比較神一點 就是 敵方從這裡過來 或者是 這裡上來 或者是吃完 這邊 踏進來 試用Juji走過來 怎麼樣 啊然後 也可以從 反正就可以看到 四面八方 這個點 比較全面一點 啊 啊 最後一個可能 就是我放這裡 放這個點呢 就是 喔 對面有可能玩什麼 什麼 TF三小的 有可能會飛你的 你這個有可能要注意 這個 這個側面 陰暗的地方 啊 這個眼你可以幫你中路 稍微解析一下 啊 接下來這個點可以看 比如說吃完 山狼走過來啊 或是吃完什麼東西 從這個走過來 然後跟這個爆破求果方面的控制 啊 啊 我看一下 還要火 差不多 啊 如果我裂 喔 對對對 我剛才少講一個 就是我假如 我少講一個就是 蠻重要的 就是我烈士的時候 我烈士 我上路被壓進塔下的時候 我藍方的時候 演會 這邊會放一個 大部分 如果一直沒抓到打野 我就會擔心 這裡是不是有人要塔殺我 當你一波兵塔 一波兵 進塔的時候 你被塔殺 你會爆炸 你真的會爆炸 啊 如果是脂肪的話 你就是放這裡 嗯 保證你的安全 保證你的安全 啊 繼續講脂肪的烈士 脂肪的烈士 脂肪的烈士 眼位蠻少 因為 真的 脂肪 我就說脂肪比較 比較難玩 脂肪 我這邊不管怎麼樣 紅眼 想辦法 紅眼大部分 會被打掉 紅眼被打掉 不大 不大要緊 重點是 對面如果放紅眼的話 你拉放比較大 反正重點是 這邊可以放紅眼 或是綠 啊 這個地方你就想辦法死手 如果死手 你就會被塔殺到包 啊 好 假如我們 敵方打野被出 被 被禁到屁股裂開了 我是脂肪 我是脂肪 我是脂肪喔 我這邊會下一根紅眼 原因是我可以看到 石頭 那基本上別人要 別人已經 路野路要爆炸 啊 從這邊上來啊 不然怎麼樣都可以來到這裡 如果他塔殺 你對你有意思的話 他一定會經過這裡 那基本上 你看到這裡 有時候還不一定跑得掉 所以 但是你這個點 點位還是要的 因為你這個時候 紅眼沒地方放 你就放這裡 啊 還有加上原本這裡 就只有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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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籃方 你脂肪 你脂肪真的太難防打野了 除非 脂肪的優勢 比較厲害 脂肪的優勢 的時候可以 破 破掌比較大的範圍 但是你如果是劣勢的話 你就 沒辦法 那個 沒辦法 這麼好 防御住 啊 我 我 全部的眼握 我所說的全部眼握 不是說你 他三根都要插到底 當然會有些順序上面的問題 順序上面文章裡面應該會寫 基本上先 差不多這樣 文章敘述 我這個開這個影片就是 讓你們知道眼味的點 放眼的話 比較隨便的說法是說我放這裡 比較精確的說法是說我放這個點 啊這個點 有時候你這個 眼味放這裡 跟這裡 跟這裡 一些差距 你放這裡的時候 你這個地方 會看不到 你真的會看不到 啊你多看著這點 沒有意義 因為這個地方 本來 通常被壓都站在這裡 你就會看到這裡 然後 你 你放這裡 他會少看到一點 這一區 你會少看到一點 這一區 所以 所以說 這個中間 這個地方是最好的 就是我 像是這樣 這個紅眼這樣子 反正基本上 你也不要放得太過 離我放置的眼太遠就好 那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啦 差不多 講眼就差不多要做了 我想想看 還有什麼沒講到 基本上 就差不多這樣 上路 上路的點位 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放好的話 你基本上都會被觸爆 上路 躺著玩上路 就知道上路 真的是一個很難玩的線路 當然 你 打線起的時候 你打線起的時候 沒有借助的眼位 來保證你的發育 跟 保證你的發育 然後 你就會 你就會真的會 主爆 爆 上路被gain一次 假如我是Counter 被gain一次之後 我對Counter 就不存在 再被gain一次 我這個角色 原本Counter別人 我就是變被Counter 所以打不贏了 再死一次 我覺得你應該要離開這個遊戲 大概30分鐘 變成沒什麼屁用 除非你玩的是什麼 坦克角 比較 看起來比較厲害的 才有機會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是這樣 基本上